换个焦点 槟城高渊部分住宅区过去两个月 几乎每天晚上都飘散着莫名的臭烟味 刺鼻的味道造成居民咳嗽 引发哮喘 因而纷纷向环境局抗议 经过调查证实有游宗园露天粉烧 在消整局的协助之下 已经全面扑灭终于还居民一口新鲜的空气 就要回来清洗 就没有干涂的像热味道 好像热味道也不够 阿曼环境局抗议的热味道 热味道不够不断 向我们的压力团屋 屋根本屋,KRT,和其他地方的 宗兰市场也在这里 请多多多多感谢 在2014年环境素质法令第29A 露天焚烧条文 彻查这一起投诉个案 发现在威省南部 有游宗园公开焚烧 堆积如山的空果串 事案业者接获指示之后 也愿意配合消整局的清理行动 清除烧毁的空果串 早前有至少10个居民协会 控诉臭味弥漫 一度报警 向州政府秘书处投诉 要求解决高渊的空气污染问题 冬天花 现在作出租签的最好 准备 Como 在香港的居民感 他们为了解决高温 公导的空气池 防温 原稣 2,3,3,4 2,0 7,3 7,5,0